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 柯宇柔六年前代求闪下日本料理厨师郭总亨 但夫妻俩不断被爆料冒合神离 今又再度被爆婚变 据周刊报道 郭总亨背着柯宇柔与餐厅员工交往 郭还被抓包于小三某过夜 郭在两年前就曾被爆料偷吃某 柯还气到质问老公 但他失口否认柯宇柔 又与郭总婚传婚变资料照 公事提供 据柯已柔有人透露柯在七月搬家 当时郭吵着要在新房弄一间工作室 遭柯拒绝后 郭就愤而离家 至今已分居三个月 这次老公被爆偷吃柯原本不敢置信 直到看到抓奸照片和影片 当场崩溃痛哭 气愤奔至店里质问郭 其实郭长期以来 在这段婚姻都有女强男弱的自卑感 常跟朋友抱怨柯太强势 嫌他不会赚钱 于是向外发展似乎就变成不可逆的悲剧 在分居三个月期间 郭也曾向柯表态干脆签一签 只办离婚手续 据悉偷吃铁证曝光后 郭夺命连环 后想向柯认错求饶 但柯在气头上 加上这次他铁了心 将离婚列入选项 因此郭至今都找不到柯 尤其他在离家出走前 庄会 父亲把钥匙留在家里 现在就算想回家也不得奇门而入 连小孩都见不到 对此 柯以柔经纪人回应 柯目前情绪非常不好 暂时不会公开漏 面也不会再回应媒体 至于小孩还太小 不清楚爸爸妈妈的事 但坦言他这次真的气到了 是否离婚要等他冷静下来再说